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这里有三棵蝴蝶蓝 它们开花的时间都已经很长 后面这棵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它现在开的几朵花 已经开了很长时间 淡粉红色的花瓣 然后有少少黄色的唇 原有的花还没刁蝶 它已经在花间的后面有逐花出来 现在看到有三个花 最近我给了它一个苦薄酸 现在它新的变叶 看起来也比较绿 之前的两片叶叶是偏黄 本身这棵花的叶叶 也比平时的叶叶更黄 另外就是 这棵花有很肥的根在这里生 现在看到的这一粒 白色这一粒根 和后面圆圆的那一粒 都是在这段时间生出来的 它还在原本的盆里面 这棵花 它不停地生花枕和开花 我觉得过程里面 是需要给足够的营养 那么开花的蝴蝶蝶 我都会施肥 但是呢 就会比平时 养殖的时间 肥料的浓度是减一半 就是说持续有少量的营养给它 但是又不是很浓的肥料 那它开花都要营养的嘛 是不是 所以你持续给营养它呢 花可以开得健康 也都可以不停地生花枕 那当然不停地生花枕是有极限的 只不过是比平时正常的 看花看久了 好像旁边的这一盆 我将它两棵同品种的做在一起 这个是墨底的玻璃盆 那里面的植料呢 主要就是树皮 窒石 和珍珠岩 面头就铺了薄薄的水苔 那现在这两棵呢 它已经是适应了这样种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 给少量的水 或者是肥料水 去它的植料里面 那平时大部分时间 我都希望植料是偏干状态 要给水或者营养 就通过抹叶的方式来做 所以大家也都看到它叶上面 有少量的肥料的痕迹 我刚才也是抹叶的方式 来给它撕肥 大家看到它的花痕 原有的花痕 已经开了很长时间的花 你看看它这枝花痕多长 一直开花 另外还有很长的 竹花在后面 它整枝花是这样的状态 像我手上拿着的这枝 它也在生续花 后面也有一个枝花芽 在形成这个 另外的这个本身就是枝花芽 它这里开了这么多花 之后 又还有这么长的花 在后面 那所以 很多例子 我都想跟大家讲 我的做法 就是 正在开花的蝴蝶兰 照样施肥 只不过是给的分量比较少 那当然我不是说 我的做法绝对正确 因为有些朋友说 开花是不需要施肥的 即是开花的时间不施肥 那各有各的做法 你个人认为 对你的花这样会好些 那就这样做 所以我这样做 我令到我的花健康 和开花时间长 我就会坚持这样做 另外呢 我也都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用的 虎帕酸 两个星期用一次虎帕酸 有时会加上海藻液 一起用 有时只用虎帕酸 或者只用海藻液 都很好 因为它们的成分都是天然 虎帕酸主要就是 来自虎帕 在虎帕上面提炼出来的物质 它对植物的好处是非常之多 因为我本身就只是提供给人吃的健康食品 那我就将它用在蓝花上 结果它们的反应非常之好 无论根 它的根 都是很粗壮的 买回来的时候 很多这些根 生了出来 但是我能够保持到它 继续健康 粗壮 它的叶呢 也都是 非常之油亮 那有朋友问我 我用什么来抹些叶 令到它们那么光亮 那么粒粒粒呢 其实我是没有用那些化学剂 就是说那些什么 噴下去就一层粒粒粒那种呢 我一直都没有用那些的 以前呢 就有时会用木醋来抹它们的叶 那木醋用完了 现在我通常用 直接用这些 虎柏酸 有时就用虎柏酸 混合海藻叶 来抹它们的叶 提供营养给它们 同时你也可以 当是清洁它们的叶 过程里面呢 你可以留意到那些叶 有没有问题出现 那出现问题 你就可以尽快解决它了 那么最主要虎柏酸呢 它的作用就是 令到它的花 花芽的速成 刺激它们花芽的分化 包括未开花的 成年的植株 会加快速度长花芽 比如开花的 它保持到原有的花色 构鲜艳 也都开花的时间比较长久 这是我很多花都看得到这个见证在这里 现在看到它的花芽 在花芽的尾部 不停地延伸生花芽 那也是可以延长它花芽的一个方法 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 虎柏酸 的确是对蓝花非常好 对我的蝴蝶蓝 效果就非常明显的好 那现在这两棵呢 都是用植料来种植的 这棵 已经成功转盘了 虽然它们正在开花 而且冬天都没过 我已经将它们转盘 是有些风险的 就是大家如果要换盘 换植料就要考虑 再等等 等天气暖了 春天正式 正式在春天夏天的时间 才换植料 就较为安全一些 还有有些朋友担心 带花去做这些事 怕影响它们开花 那你也不妨等一等 看完花 然后才去处理它们的植料 那当然我呢 如果买回来的时候 那些花的植料太濕 我都会换植料的 所以其实种蓝花 每个人采取的方法都不同 我就分享我的做法 还有我给它们的营养品 那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好吧 好多谢你的收看 拜拜